好的 顺凯还有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仍旧在青岛东路这边 其实真的很难想象 现在明明是礼拜五的下班时间 结果在立法院的周遭 还有在监察院的周遭 会有这么多人 就在稍早的时候呢 主办单位宣布 今天现场的人数已经破八万人了 已经破八万人了 其实在现场这边真的是 大家都非常的挤来挤去 简直像是在信义区的跨年夜一样 那其实现场这个氛围有点像是那种 之前世俗赛的时候 大家一起在看球赛的感觉 因为在现场除了不断的会有讲者 来现场分享他的一些看法跟主张之外 同时偶尔也会穿插出来自 议场里面的直播画面 那我们知道其实就在刚刚 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的时候呢 这个国会的职权法的修法 通过了59条之四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被叫到立法院坐证的人 想要找律师的话 还要经过立法院的主席的同意 那这个部分通过了都其实现场 刚刚在这个青岛中的现场 大家都发出了一阵的怒吼 那同样的在稍早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知道在议场里面 也有民进党立委讲说 这个蓝白两党找到新的国父了 那个国父就是习近平 听到这句话 现场也抱以热烈的欢呼 觉得说真的是讲得太精准了 那其实现场呢 其实今天有个最高指导联则 就是虽然人真的很多 大家都想要做什么 但是包括主办单位 还有包括现场拿着 雕鱼的志工都一再强调 请保持冷静 不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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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所以讲三次 甚至呢也讲说 因为其实听说可能蓝白两党 可能会派人来做 类似做监系吗 做间谍 来鼓噪大家要闹 那遇到这种状况 主办单位说 大家就是不要理他 并且请他离开 以上这些就是目前 现在掌握到最新状况 那待会如果包括讲者 或者是现场有任何最新的情形 有任何的状况 我们会随时带给各式连线报道 把现场还给盛开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